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告訴我們 只要快過光速, 人類就可以倒流時間 為何宇宙裡有股未知的力量 要把我送回來? 但送完我回來 又要我看著這件事 一步一步走回同一條軌跡 你和同伴在溝通嗎? 這裡是M.C.Squire 愛因斯坦不僅是一個天才 很多人懷疑他是一個外星人 他是你的同鄉嗎? 為何自己一邊喝酒 我知道有一人很寂寞 更何況一個外星人落到地球 啤酒夠不夠? 喝點漂亮的東西 也好, 謝謝 緣分的東西很奇妙 像我爸爸一樣 當年在韓國老遠跑到香港 在和服村追UFO UFO追不到 追了我媽媽, 跟手生個夢 當年之後, 我還沒見到UFO 不過讓我看見你 所以說, 那些冥冥中是有安排的 什麼叫阿天? 有什麼人在? 冥冥中是不是我們的命運? 誰知道最痛苦的感覺是什麼? 是你知道發生什麼事 但你什麼都改變不了 是不是同伴 請了一個不可能的任務給你? 你打不打遊戲? 就像打遊戲一樣 你明明已經死了 可能又多給你一條命 我明明你又回到原點 又要打個大哥, 真是怎樣 玩弄嗎? 對, 打這些東西就急不來的 我沒什麼時間了 大哥, 這麼容易打完 復仇者聯盟會排一集又一集 何況你是B-Man 超級英雄, 這麼容易做 我B-Man, 你又知道? 你不然我和你有緣分 你的接受能力也挺高的 我知道你未必想跟地球人做朋友 不過挺厲害的人也要樹洞 丁當又大熊, 白天又羅賓 以後有什麼事, 跟我說吧 我以為我是瘋狂的 原來你也是瘋狂的 好, 我找到樹洞了 乾杯 外星人一碰到人類的口水就會有反應 到時你還不現形? 對了, 可以再試試看 現形吧, E.T. 不客氣 不客氣… 我知道, 我們昨晚喝酒 又聊天, 但我不是的, 我不行的 不要想到髒話了 你不是想髒話了 誰知道我又想髒話了 不要想… 媽媽 媽媽 兒子, 你是新歡嗎? 說什麼? 租客而已 我先走了… 其實現在你的世界 男朋友也好, 女朋友也好 媽媽也不會反對的了 阿鏡… 不如帶她來韓國讓我們見面吧 別胡說了 你不要周圍跟人家說, 嚇到阿萌妮 我知道 你媽媽的年紀未必能接受到 也不會在老人家九十大的時候 搞這種事了 你訂了機票了沒有? 聽聞香港現在那邊打風 不如早點回來給她一個風 放心, 風在遠離香港 總之準時兩天後都要打個授意 對了, Tim 上次你做維利大廈的報告 我和Marco看過 我們覺得很有問題 有什麼問題? 你建議整棟大廈搭棚來維修 用鞏固支架加固來維修主力署 你覺得沒問題嗎? 其實維利大廈我分了差不多扭齡 主力署日久失修, 石市剩下四成 全部都是靠一些僭建物去頂住 如果不加固就維修, 沒危險嗎? 我覺得會有危險 德股雖然是大業主 但他們希望收樓、清拆重建 而你建議的工程 是要花很多錢和時間的 什麼叫客人扔錢進咸水海? 其實我出這個公司的薪金 我的職責就是提供我的專業意見 至於客人要怎麼做 他要怎麼處理 不是我考慮的範圍之內 客人能給我們錢做顧問 我們根據他的要求, 幫他減低成本 這些都是我們的專業 Tim也是為事情好 其實德股是否有其他方法 可以聯絡到業主, 談談方向 如果這樣, 不會有釘子戶 糟糕, 之前和樓盤撿了幾次 都是德股出錢的 你是什麼人? 說這些這麼不負責任的話 不加固就維修, 倒了怎麼辦? 是不是你負責? 香港的樓怎麼那麼容易倒? 最多就是掉石屎下來 就是這種人, 沉樓才會倒 Tim, 我們是理性討論 對, 很小事而已 不小事? 這份報告師傅簽了名字 也交給客人 師傅, 你出來說什麼? 不信任我, 還是懷疑我的專業? Tim, 我手上有這麼多工程 很多時候我需要Tina替我保留 我絕對不是不信任你的專業 我只是為事情好而已 明白了, 我終於明白了 是為了師父, 你的事情好 你說, Tim… Tim, 你最近好像有點不同了 對, 我不是你認識的那個Tim 但我最驚訝的是 原來你也不是我認識的那個師父 中國銀行大廈, 貝銘起的 匯豐銀行中央, Norman Foster前進 還有, 高度可以篤穿香港三隻的AFC 出著鹽順旗走筆 全部都是世界知名的阿傑廷 加上我們香港精英的工程師 我們一塊一塊磚頭砌出來 這就是香港 一個這麼繁榮的城市背後 光鮮的建築物後面 又隱藏了一個充滿貪辣的社會 是不是真的沒有人意識到人性 人家都會有多醜糊 只要有利可同 無論有什麼骯髒的勾當 有多少骯髒的東西 你都可以假裝看不到 師父, 你最擅長的是明智保身 但是我想提醒你 就算你置身事外 不代表你不用為死了的人負上責任 是不是發生了什麼事? 你試試告訴我 我看我能否幫到你 師父, 你看著我 你可否說 你這輩子沒做過那些違背良心的事 你能不能做到? Tim, 你哪能聽到你這種話? 你怎麼會這樣問我? 我明白 原來你要騙全世界 首先你要騙自己 Marco, 為什麼上來也不帶電話? 是假的, 待會兒會想約你早點開 我從小看見他大 Tim從來不是一個開張心事 放在心裡的人 我有點擔心, 他知道了 他知道這件事? 來吧, 弄杯咖啡 爽一爽, 順回電影吧 你待會兒就靜一下, 我沒甚麼 別玩了 對不起 對不起 不給你… 衣服很髒了 我待會吃飯的時候馬上見就行了 不過最重要的是 你還很著緊這個棒球 還記得有一次 我們去美國跟建築師樓合作 我說那個項目前前後, 搞了兩年 到最後一次飛美國 師父知道你喜歡棒球 帶了我們去看球 到最後還不知道怎樣 撻了兩個簽名球回來送給我們 他聲稱看完球之後 就跟球隊經理喝酒 喝贏了他, 贏回來 其實點得回來就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 是你喜歡棒球 我也不喜歡 這件事你知道我知道, 師父也知道 但最好笑的是 師父以為送兩個球給我們 一人一個就叫我們偏心 但到最後有甚麼分別? 沒有的 你明白我想說甚麼嗎? 我知道你想說甚麼 但是你不明白 現在這個師父不是我們認識的師父 那你告訴我 為何你對維尼大廈那麼上心 洞樓快來拆了 為何還這麼執著, 加不加股? 我還沒跟你說, 你不會明白的 你不說我怎麼明白呢? 有些人不知好過知 我只是為你好而已 各位Youtube的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Kelly 張希文 我是陳浩 我是袁威浩 我是何以婷 馬上訂閱這個Youtube頻道 收看TVB精選劇集精華 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 記得Like和Share